卡塔尔太后盛世美颜 空降世界杯VIP席位 太太团们瞬间黯淡无光 卡塔尔世界杯已经开赛 球员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 太太团们也备受关注 至今卡塔尔都保留了王室的统治 莫扎太后更是最亮眼的存在 也是一位颜值与智慧并重的女子 卡塔尔太后真是盛世美颜 空降到世界杯赛场的VIP席位 太太团们瞬间显得黯淡无光 连续生育了八个孩子 现在的莫扎太后依旧美丽动人 也是卡塔尔的时尚风向雕 根据外国媒体爆料 莫扎太后是卡塔尔王室的灵魂人物 被誉为中东第一美人 这回卡塔尔之所以可以举办世界杯 莫扎太后出力不少 深受当地民众的敬重 在卡塔尔世界杯开幕仪式上 莫扎太后一袭红色战袍亮相 瞬间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在这个纸醉金迷的王室里 莫扎太后的生活虽然很奢侈 但是由于干了不少事实 不光没有遭受到任何批评 反倒民间的支持率节节攀升 莫扎太后一手筹办了世界杯比赛 整体预算大约2800亿美元 超过了前几届的总和 当卡塔尔王室集体亮相VIP探台时 莫扎太后稳居C位 一张盛世美言令人叹为观止 很快外国时尚媒体就扒出了莫扎太后的奢华行动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一些红色礼服出镜 给人一种端庄霸气的感觉 种种细节都很完美 甚至有种不露自威的感觉 事实上莫扎很喜欢红色 此次身穿暗红色礼服出镜 搭配普拉达高级定制钻石胸针 看起来真是又美又闲 就算已经是奶奶辈的人 还是男演胜是美颜 证明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这件红色礼服出自意大利高定品牌 灵感来自15年前的春夏系列 很适合莫扎太后的气质 一家人现身VIP席位 长子Sheet Jasim和女儿Sheet Haim也一同出镜 但是最亮眼的还是莫扎太后 值得一提的是 这套礼服并不是第一次穿 并且非常有纪念意义 当年卡塔尔申请举办世界杯的时候 莫扎太后就身穿这件礼服 如今算是来了个回归和至今 当莫扎太后带着儿女 现身世界杯探台的时候 在现场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度 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这位绝世红颜 虽然已经是奶奶辈的人 但是颜值和气质依旧在线 外媒的镜头捕捉到卡塔尔太后的盛世美颜 不得不感慨卡塔尔就是土豪 莫扎太后的首饰也闪瞎眼 穿金带银宛如一棵圣诞树 为了更好展现自己的鸽子弹戒指和钻石手链 莫扎太后还一连换了好几个pose 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 现场的观众纷纷感慨 莫扎太后成了卡塔尔世界杯最闪耀的女眷 反倒是球星们的太太团黯然失色 颜值 身材 学识和气场都满分 莫扎太后的国际知名度飙升 彻底成为卡塔尔王室的一张活名片 不少读者都觉得 莫扎太后有种与生俱来的霸气 甚至靠近的时候有种强大的压迫感 不愧是中东第一美人 莫扎太后现在皮肤白皙身材完美 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皱纹 卡塔尔太后野心勃勃 人生经历比真穷都要传奇 从一个最沉之女逆袭为霸气的太后 莫扎就是中东版的失利器 只不过更加年轻有活力 绝对是卡塔尔王室的幕后掌权人 中东其他地区女性地位很低 但是莫扎太后却反击到横之 让我们感受到女子照样可以顶半边天 画着最精致的妆容 佩戴最奢华的珠宝 卡塔尔太后的开挂人生让人佩服 翻开莫扎太后的衣橱 款式和种类比商场都要全 各种奢侈品令人眼花缭乱 此外 莫扎太后还是时尚明星 拥有八十多万粉丝 穿衣打扮备受年轻女孩的吹跑 之前中东女孩的服饰 多以黑色黑白色为主 并且出门的时候还要围着厚厚的面纱 莫扎太后掌权后 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让卡塔尔成为中东最开放的国家 现场的公务照曝光后 不少读者真的被莫扎太后的气质所折服 摘下束缚女性的面纱 画上美美的妆容光剑 这是每个中东女孩的梦想 莫扎太后替卡塔尔女性率先实现 一席红色礼服惊艳世界杯探台 莫扎太后内外双修 足以让所有足球巨星的太太团们 黯然失色